Billy 整天你都說要試跑車 今天就做了一輛跑車給你 好 它事實都像一輛跑車 個外型 不失禮 對 好像 既然是這樣 事不宜時我們找10樣 你不知道Ioniq 6的東西 好嗎 Let's go Ioniq 6第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的風阻係數是超級低 是量產車之中第二低的0.21cd值 不論它的頭泵把 是有一個開山形的進風設計 Logo 亦都會跟車身追成一個水平鏈 而輪及頭泵把之間 亦都有很少空間 令到它不會那麼阻風 整體來說我們看到車 整個打橫的水滴形 才可以做到cd值0.21那麼低 可以令到能源效益更高之餘 甚至極速也有提升 第二樣要知的就是車身上 很多的一顆一顆五顆的三顆 大概有幾顆 最多的設計會達7萬多了 第三樣東西就是新的Ioniq 6 是用了新的現代logo 大家看到它的車時和車頭蓋的頭章是雙影成招 第四樣要知道的就是六六無窮 車身上的點點是六顆 前有六顆 後鏡也有六顆 全部都是跟IONIX 6有關的 第五樣東西就是IONIX 6的隔音之謎 四道門都是雙層的隔音玻璃之餘 還讓我刁到沙板有很多隔音的海綿 第六樣要知道的東西就是IONIX 裡面有一個叫露營模式 啟動後只用大電就不會用小電 到時你就不用叫拖車了 第七樣要知道的東西就是IONIX 6的後座相當闊落 大家看看一個新型這麼龐大的同事坐下去 絕對沒有問題 第八樣要知道的東西電動車很多時都有V2L 就是將現在的大電輸出外面給其他用品用 很多時都只是插到車的外面 但IONIX 6裡面有一個三腳的插槽 可以在車內吹頭也好 上網也行 甚麼都行 第九樣特點 這個車裡面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教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這個車裡面 有64款氣氛燈可以讓你選擇 而且每一款氣氛燈的選項都相應對不同的地方 分別是錶板 門邊 腳底都會有氣氛燈的效果 第十樣要知的東西就是很多時候 乘客都未必會調整椅子 調整一下調整到乾都會爛 所以設計師就準備了三個按鈕 幫你調整旁邊的人 你上去躺下也可以 坐高也可以 Simon 這個什麼事 不知道你跑完車 當然要給你跑車的聲音 你聽聽吧 搞什麼呀 但這個好在喇叭出來 不是在外面不會吵老人 這個不是車聲來的 剛才你駕駛時你都沒有這個聲音 我趁你去廁所加了這個聲音 我模擬了油車或跑車的聲音 但它的聲音不是跟著節奏 我現在收車 我試試給油 你不喜歡這個聲音嗎 我轉個聲音給你 不喜歡有另一種聲音 有的 Active Sound Normal Normal 這個聲音是甚麼來的 它又好像在模仿太空船 是呀 它整個外形都已經像著Magic Mode 然後又給你一些太空聲 我們剛才說完這輛車的十個特別之處 是 現在我們就試駕駛這輛車 也要試駕駛的嘛 也要試駕駛給大家看 剛才我駕駛的時候 覺得車子很舒服 跟Model 3很不同 Model 3可能比較進取 這輛車是很舒服地駕駛 去享受的車 而且它有一個iPad也很好用 因為無法改善這個道理 就是下車是要駕駛駛駛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一直開闊駛不斷了 再重新按一次才能去到One Pedal駕駛 我們這次是大電四驅版 還可以選擇全四驅 HOTO四驅 或者你最喜歡的齋尾鹿 這麼棒? 是呀 嘩 水地齋尾鹿能否做到一些事呢 這個電梯的軌跡也挺精準的 是嗎 我也覺得很舒服 不會很輕 我最初都很怕很輕的東西 但是它就不怕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駕駛山路左右左右 軌跡我未試過扭多於90度 全部都是45度 即10分鐘的角度就可以處理全部彎角 Outboard 亦可以選擇最大或最小或是standard 另外油門亦可以選擇Sensitive 正常 現在是Low 沒有那麼敏感 現在就是HOTO四驅 但是現在我們的油門Sensitive Sensitivity 是Low 是 其實車都已經很敏感 很敏感 我覺得它也算是公道的 它用Acceleration Sensitivity 因為其實有時候車在電動車裏製造Sport Eco 我覺得是有些扮取巧的 等於CVT你割14個波出來後 割8個波出來都一樣 都是有甚麼道理 沒錯 有些取巧 因為最後是油門的敏感度 它裝得車好像很快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次它用這個名字是公道的 前面的車樓 你試試在iPad 踏油落車的感覺 我現在縮光了 它在斜路上可以直接停車 對呀 我要踏少許油 對呀 我現在踏三成油 它便下車了 其實它的iPad 如果用格掌握了之後 應該都頗好駕駛 會的 會的 即是你會用少了那個BRACK 相對上你的BRACK皮可以遲些再更換 我的Tesla 都是調到最大的Regent OZ 我五萬公里都沒有換過皮 但這車的BRACK 你覺不覺得好像太敏感 好像一次次倒閉都倒閉到你扣頭 其實我不想的 不好意思 試一下我們去到 你試一下由1和0中間的切換 你會像是關掉雪種劑一樣 一凌時你的車會感覺到很開心 嘩 對呀 嘩 嘩 嘩 這些下雨下的加速 我覺得它的車身穩定是很高的 可能因為是四驅 會不會 今天下雨 地下應該會有很多Rolling Resistance 帶來的水聲 但這車也不會在輪拱 或者車廂內聽到很多不同的噪音 對 隔音做得很漂亮 前後都是雙層玻璃 駕駛可以調校的 同時 我幫你看看駕駛駛是甚麼 是正常的 正常的 現在這車的初磁迫力 即是第一腳咬下去的駕駛 其實比很多電動車好 好 我們先進去P波 就是Sport Brick 嘩 它不能較弱一點 我們Sport了 對 多少個 紅色的駕駛駛 已經變成了 哈哈哈哈 我們先試一下 嘩 本身Normal已經很敏感了 很敏感了 嘩 你看到嗎 是 不知道觀眾看不看到 很敏感的駕駛 這又是取巧來的 即是你迫力皮 迫力碟又沒有變過 總泵又沒有變過 那為何會大力了呢 哈哈哈哈 總之你可以調整這麼說 Normal就弱了它 就變成Normal 那Sport就更加強了 沒錯 又是這些東西 這車很穩定的 對 很穩定 雖然它是一輛四枚那麼長的車 對 不是一輛五仔那麼短 還有我們這次的輪胎也很窄 225的輪胎 其實電動車來說 這個駕駛是相當窄的 但是我們落雨現在 走着一個中高速的彎角 都很穩定 記得嗎 新駕駛電動車的時候 彎動車都很飄 對 會彈來彈去 但如果esses太闊的輪胎 會用得太多電嗎 一定會 我們當稱為及得到極端 只有兩件事會令車有阻力 第一就是車封鎖 佔了三分之二 第二就是輪胎的滾動時 避免摩擦力 但滾動時可以透過胎氣調節 當載了很多人時 我們可以多打輪胎氣 或是想省得好時就打仗一點 對 令車的效能及效益提高 所以在輪胎上 如果透過胎氣控制 基本上大部份的阻力都是來自封鎖 這輛車的封鎖係數是出奇地低的 帶來的就是它的外觀設計 其實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如果看到那些超級穿梭機 又或者是超級直路跑車 它們一定是一個水滴的形狀 才可以做到這麼低封鎖 對 但如果低封鎖時駕駛一輛車 我不知道心理上或實質上也有關係 我覺得車硬是順暢一點的 可能是會的 因為車廂很流暢地流走 不會有阻力 對 亦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車更加靜點 韓國人造車真的越來越恐怖 對 沒錯 越來越誇張 很棒 很棒 即是它的進步是很快 短短這十多年 沒錯 它不單單在電和摩打 它是追求歐洲車玩的那種 我發覺普遍的韓國車的懸掛 底盤的設定比較硬 因為始終目標市場都是歐洲 所以要調配歐洲人用車的風格 有時候車架的乾性硬和硬 一鎖上去 很明顯 其實與避震機無關 Sport Mode 也可以用 Drive Mode 在這裏 哇 變了紅色 是的 來吧 這車很快 對 它好像比Model 3更厲害 我覺得是 如果是460多的話 就與我們Q4的價錢差不多 對 沒錯 E-tron 45的價錢差不多 一輛是SUV 一輛是四門 驕傲跑車 你看看 樣子似一輛跑車的歐洲 對 但它的空間很闊 對 它的空間很闊 這車是針對後座的推步空間 絕對很誇張 我們剛剛也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它是在四十多萬的價位 買了這堆設備 以及現在的駕駛體驗的話 我覺得是物超所值得離譜 絕對 好像你們剛才說的十多人 其中一人的氣氛燈 任你調校 任你變色 晚上已經很開心 它好像是將它們的褲袋裡的東西 唉 全都拿出來了 對 絕對是 燈要有 音要有 音響要有 全都給你 如果你單單看規格 去對比你想賣的其他電動車款 跟一個價位 沒有東西再可以輸 沒有 它連冷氣燈都給你了 就是啊 最需要的在香港的冷氣燈 它都有 對呀 不過唯一有些不喜歡的 就是天窗不是那麼大 一般電動車的天窗 哇 鬼鬼那麼大 方式你也不知道 你這輛是電動車 整個車頂都是玻璃用 你講開胎吧 電動車有電動車的專用胎 其實你覺得需要用它們的專用胎 因為始終電動車是比較重的 我們可能要跟觀眾說多些胎內的結構 當然大家有看到外面的胎紋 胎膠 然後裡面會有鋼纖 電動車和非電動車的胎 主要部分就是鋼纖上的結構鋪排 因為大家都知道電動車會比一般的汽油車重 所以如果用了電動車輪胎的鋼纖鋪排 一定會更加密集 更穿密一點 甚至在鋼纖的素材上也會更加堅固 我試過電動車如果用電動車專用的輪胎 以及非電動車專用的輪胎 爪地性上的分別不大 但在輪胎方面我覺得是有分別 是嗎 對 如果用了電動車輪胎的話 因為車輪胎整個硬了 剛才也提及過Rolling Resistion 所以其實車輪胎的續航距離 尤其是走高速我覺得是較多的 還有我們上次跟凌智總工程師討論過 他就討論LM車的設計 也令我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先在這段影片跟大家說 其實一輪胎的車輪胎很寧靜 是很簡單的 你只需要在車內做很多吸音的部件 甚至乎在車進有機會漏風 漏聲的地方都做一些隔音就可以了 但一輪超級寧靜的車是不舒適的 是 坐在裡面的人會耳鳴 很辛苦 所以我們作為車主或駕駛者 其實我們正在追求所謂的寧靜 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叫寧靜感 而不是真正的寧靜 我也覺得它說得挺有道理的 而這輛車我覺得是有做到那個效果 對 這輛車很寧靜 當然它一定要有一點外間的feedback 人才會舒服 例如我們現在下雨是非常好 左邊有些水塘 我們是感覺到的 但這輛車不會有些很客人爭的路燥 比起同一段路試的新款七人車 這輛車價值很多 可能七人車的空間較大 出來的共鳴聲會再大 但這輛車很明顯這輛車滾過一些水塘 或者滾過一些凹凸的地方 聲音是低層很多 而且很溫柔 傳入你的耳朵很舒服 對 而且這輛車也有用心做懸掛 對 雖然感覺上很軟 但很舒服 不會令你像那輛車一樣 對 它是舒適的軟 但我們在這些彎角也不會傾斜得很重要 對 剛才我們經過坑渠 就發現了扎輪胎的劣勢 對 瘋了一下 對 其實如果用闊胎的話 你怎樣也有半條胎還在路上 對 剛才整條胎在坑渠上 對 動了一動 可能你爛了下雨了 十 對 應該怎樣也有關係 玩了這麼久 我們都要還車了 師兄 好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今集TALKGEAR 為大家送出的RNX-6 十樣特質給大家看 沒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